你那五千多吧 你看我差不多要五千多 他也说啊 我七千 七千 太可怕了 咱俩不是一个阶层的人 你属于啥 你属于高等人 我多说还多说 算个中等人还得多说 真是捞侠的碰上条大鱼 相当意外啊 优质大俩来相亲 没想到相亲对象 竟是医学期的态度 尤其是听到大妈的退休金 更是傻了眼 这条件我配得上吗 大妈 今年七十岁 退休金每月七千元 有房 我在那个集成一个医院 我白医大七四级毕业 七七年毕业 就原先叫吉林大学 也叫白球 也叫改位白球 那段我上学 也叫吉林大学 就是看病的医生 很普通 很普通的一个医生 这是哪个科 我一开始搞吸收罐 大家 刚毕业的时候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在学校 大内科 完以后 也搞了一段电诊 后来最后 要退休的时候 搞了一段皮肤的新病 看来还是谦虚了 俺大夫退休前 是咱们长春某医院的主任医师 获得国家皮肤病医疗成果奖 共有效 成功治愈疑南皮肤病患者三千多例 在国内外皮肤科同业内有较高声誉 是中国皮肤病权威诊疗科研机构 顾昌林团队主要成员之一 我看这全是你的 我的书 你学方面的书是吧 对 这是我的书 我上网也没有年轻人那么的傻 完来我就看到 这是最早的第七版的那课 现在还研究吗 大姐 有时候也看看 因为学习这东西无使劲啊 你退休多少年了 06年 06年 10多年了 对啊 将来15年 然后退休之后也一直研究 也一直学习 就学习 这个学习学习再学习嘛 就列宁说的话 确实总得学 我最愿意看那个就北京卫士养养生堂 那个北京的全身北京名牌专家呀 我特别愿意看 所以你也是特别喜欢你这个工作 对 喜欢这个 搞医疗是为人民健康服务 虽然已经退休 安大夫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 平日里除了钻研医处 已经70岁的他 还会坚持每天也有走步 那么这么优秀的安大夫 对另一半有哪些要求呢 就是自己能那个能谈得来 就像你们那个原来不玩讲 有演员啊 他们大伙都那么说 另外一个就是 真诚真意的对你好啊 能那个 很好的就是过后半生 根据安大夫的拾偶标准 红娘找到了今年74岁 退休金每月4430元 有房子许大呀 这就是你家啊 我家 多少瓶 78.6 这屋可挺宽敦的 大哥我发现 你就自己生活是不是 自己生活 一年干净的一年多了 我习惯了 这一辈我就觉得有干净利数 这边是春秋夏天的一路 这是冬天的那一年裤啊 嗯 这这苗棉裤 苗棉裤 苗棉裤在这儿呢 嗯嗯 没打包都新的 那个 这都新的 没打包的都是 这都是新的 都新的 没打包的 那咋 这怎么这么多新衣服呢 他就给买了 我说 咋不穿呢 我又穿不来啊 这都是你自己分的类啊 我自己分的类啊 大哥这是你的厨房 厨房啊 能防这么干净啊 你看 大爷平日生活归欲 单净利索 没有不良嗜好 每天除了打扫打扫卫生 就是用唱唱歌来讨野情操 你写高了 写高上我去 唱得不错 下回就别唱了哈 但这个必须得给你收入到 中华康复曲目里 贪婚二十年的病人听了都得起来观收音机 平时大爷非常重铸锻炼身体 大爷说 之所以生活的这么健康 除了为了自己更是为了支撑起这个家 病十三年呢 我吃了十三年 零七年有病 啥病呢 太子相当为说 后来老年吃大爷狂躁症 最后五年我整不了了 和保姆两人吃过的 我又受不了了 总共赵四十三年那八年的 我老前面找到后边跟了 那八年他自己能动它吗 对能自理 后五年不能自理了 那那八年他认识你 我 也是我 偶尔叫老徐 慢点走 那八年之间 零七年得到 一五年这八年嘛 一五年到二零年这五年之间就是 就做人了 也不愿意吃饭也不愿意吃饭 给个吃 喂水 那哪年走的呀 去年 那几五十一年呢 不听这个事了 老伴生病后 大爷不离不弃 细心照顾 毫无怨言 虽然日子过得辛苦 但至少家里有烟火器 本以为自己可以面对 失去老伴后的孤独 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因心灵得不到支持 肉体开始疲惫 生活变得索然无味 于是大爷决定找个老伴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第一啥呢 做菜 做饭 太困难了 做少不好吃 每天三天饭嘛 做多剩 剩要惯 饭菜多不好吃 指导的问题对不对 第二 特别孤独 寂寞 我去晚上 既然已经做出决定 那就说说 对未来老伴具体有什么要求吧 身体得好点了 因为我照顾小十三年 这苦中呢 是我本身指导 第二呢 最好有双包的 我不是电视察前啊 我身体多年还电视察前啊 起码他自己看病方面 还省钱对不对 第三呢 我最重的 最重视的 人品要好一点 要说这NFK大爷 那绝对是绰绰有余啊 就看大爷能不能兜得住了 我叫安心燕 安 平安的 对 我姓徐 叫徐常瑜 徐常瑜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挺好的 我感觉挺好的 一般嘛 个儿啊 有点说偏瘦一点 两人见面后 安大夫对大爷的感觉还不错 大爷却对他的感觉 有些差强人意 毕竟 男人都是视觉动物 都想吃口乱吵 不过这不是问题 安大夫的光芒完全可以秒杀一切 一落座 安大夫就问起了他最关心的问题 你心脏怎么样啊 这个先生 心脏还行啊 身体一样问题出来 但是偶尔我自己有点感尿 心里不齐 有找拨吧 对的找拨 看那口算发字 心电图有吗 我现场就能给你看 做了 你拿来我看看 保不保密啊 不保啥密啊 每年我都检查一次 学子都正常 这是啥时候去检查的 九亿磨 没多少时间 这个你看他心电图 心脏跳的还挺规律的 你这行肝脏都挺好的 正常吧 咱不懂这玩意 这有专业的呀 咋样大姐 挺好 大哥的身体体检报告看完 挺正常 挺好 挺好 看完每项数据 大妈对大爷的身体状况很是满意 得知大妈是个大夫 徐大爷喜重重来 这比好看的皮囊可优秀多了 身体还挺好的 看完那体检报告是不是放心了 有点放心了 我也怕身体不好 那大爷有好处了 大爷有好处 起码他本身自己的身体能调理好 要给对方呢 起码在养生方面上 身体护理方面 他再懂得一点对不对 能有帮助 此时大爷对大妈的好感直接上升 红娘也以为今天可以提早收工大吉时 没想到大妈的退休金 彻底把大爷给振蒙了 这条件咱配得上吗 退休金多钱 4000四百三 你的是不是公务员待遇 我们事业毕业 我是班军医科大学毕业的 我是正高职 所以工资高 对对对 你那五千多吧 你看我差不多你那五千多 他也说 我七千 七千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大爷我说没有自信 对不对 没有啥压力 跟我工资高 你还有啥压力 咱俩不是个阶层的人 你属于啥 你属于高的人 我多说还多说 算个中的人 还得多说 虽然说的都是大实话 但是奈何恩大夫喜欢 三两句话 就让大爷这不自信的小心了 立马直冷起来了 不是 我跟你说先生 你爸不应该这么考虑这问题 咱们现在过了六十七十六十五以后 都是老头老太太了 对 不过就是从事的工作不一样 对 那你在企业厂 这也是全国大型企业啊 听他这么说完 你心里感觉 对有点坦然 好 那你觉得大爷哥的这个条件啥 得符合你的标准呢 还可以吧 可以 听完大妈的话 大爷很是感动 眼力对大妈不仅是欣赏 更多的折服 这样的老太太 值得我去付出 因为采竟火花 因为要脾气性 不合路啥的 那一是磨练 也在包容 对不对 就是老老实实过好每一天吧 对对对 咱们余生也是有限的了 就是 就刚才您说那个对 就是说 你相互尊重 相互包容 他也是 也是注重俩人感情 对对 生活怕产生摩擦 对对 怕生气 怕吵架 行 如果他没有意见的话 先促误 不想留个联系方式 综合下来 总体感觉这个人还行 还行 还可以吧 那就这么的 你俩一会儿 留个联系方式 是不是 行 然后你俩好好聊一聊 了解了解 看来今天徐大爷呢 真的是壮大运捡到宝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明天见